有请主持人邱锦林 先日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向时尚致敬 爱来一时尚羽绒服 我们约会吧 欢迎您的收看 当然在这里也特别地感谢 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光临 谢谢大家 来 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出场男嘉宾 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我不要太认真的女孩 我不要太漂亮的女孩 我不要太高端的女孩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你好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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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叫崔磊 来自天津 告诉大家你的爱情宣言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好 其实你们根本没有听清楚 她这句词的意思 就是我只能给你我所有的 就是我只能给你我所有的 没错啊 鼓掌得好傻 好 来 让我们有请Mr.Right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掌声欢迎的三岁姑娘登场 来 来 仔细看好 选出你的新一名女生 告诉我就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位女生 她是谁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16号 王琛 王琛和崔磊匹配总分 男嘉宾是72分 外形77 兴趣67 个性是65 好 来 双方先打个招 好 可以过去 男嘉宾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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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想说的是 大老远的为我而来了 接下来就让我主动一点 就好了吗 这个握手很礼貌 代表我没有机会了吗 哎 不如说 你也有机会了 他刚刚跟我也是这样 所以看得出来 生活当中的细节 他很谦卑 他的腰一定是弯的 比别人要低 对 对 对 这样的男人跟我真的是最配 男人不喜欢太漂亮的是吗 对 我没别的缺点 就是长得过于美丽 对 不喜欢太认真的是吗 我只是做事比较踏实而已 还不喜欢什么的告诉我 太高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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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过于奢华 刚好都恰如其分地和你错过了 但是男嘉宾我想说的就是 您说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你 但你就是我不喜欢别人的理由 谢谢 谢谢 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的爱好 比如说健身啊 打球什么的 还有什么比较极限的一种 做基本都比较喜欢 我也喜欢 中国当中还有爱好吗 她 她的女装 她的女装挺好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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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礼貌的一种 对吧 好 那记住了16号王淳 理论上最匹配的女生 好 接下来看看崔磊先生 你们的第一眼感觉如何 来 开始 10号王淳 来 灭灯里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觉得第一眼看上去 是一个很干净 很得体的男生 然后也非常有礼貌 但是整体的感觉 和我想要的感情的 那个他不太一样 有点过于儒雅 缺乏男子的阳刚气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谦逊了 你喜欢极限运动 这儿还有一个 我最喜欢极限运动的17号留课 对 来 你也等个理由 我觉得男嘉宾 反应超级迟钝 刚才下来 然后跟他互动 然后我从下到楼梯 刚下完的位置 我的手已经开始这样 这样了 然后他一直在 这样看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看 看谁 然后我把手举到 已经举到他的跟前 就快错过 然后我已经在放弃的 最后一刻了 他在反应过来 你在这儿 拍了我一下 不好意思啊 他们比较笨了 齿顿也是一种笨 我觉得你就是 那飞机上的猴子 此话怎讲 就是有几只小动物嘛 然后就坐在飞机上去旅行 然后呢 就一共有五只动物 然后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 出现事故了 但是飞机上 只有四个降落伞 所以说有一只动物 它必须得跳下去 那大家决定了 就是一人讲一个笑话 然后呢 小白兔先讲了 然后大概所有人都笑了 然后只有猴子没有笑 所以小白兔 最后没有办法跳下去了 然后轮到第二个奖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没有笑 然后结果猴子笑了 然后他说 刚才小白兔讲的 那个笑话好好笑哦 所以我说 你就是那只 反应迟钝的猴子 你还没反应过来是吗 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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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募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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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笑等会全掉下去了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称爷 好 16号 来 第一眼印象 第一眼印象还用说吗 那必须相当相当极好的 你若在我心上 情敌三千又何妨 我若在你身旁 富了天下又怎样 今天要么你留下来 要么带我走 你真的是那只飞机上的猴子 没反应吗 今天好像下雨了是吧 阴天 昨天也下雨了 对 昨天也下雨了 不行 我猜到了我的下场 她还是没明白 就是说她甘愿为你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谢谢 谢谢 来 19号 王雨萱 其实男嘉宾一上来 边边有理的 非常的好 待会儿就看你那袖子呀 怎么看我觉得她有点忙 又是一块表 又是里边的衬衫 又是一层毛衣还折起来 你觉得有点乱是吧 有点复杂 不好意思 然后男嘉宾不错 然后为人比较谦虚 而且我知道你最大的优点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非常的强 跟我们称哥匹配 你不仅不慌不忙的 还以你那个仪柔柯刚的姿势 把她给驾驭了 非常的忙 男嘉宾就是我的姐妹 轩儿说什么不用在乎 为什么 我说了雨萱是个舞台上 最勇敢的女嘉宾 谁人有事都长肉 她没事就长脸 男嘉宾不用在乎 人家男嘉宾多穿几层怎么了 雨萱 天冷了 是不是 有一上的 天一上 没一上的就得搂对象 男嘉宾今天有了我 今年冬天不冷了 你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的冠名商是 艾莱伊羽绒服 有了陈姑娘 艾莱伊羽绒服 随便陈姑娘送你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一起来看VCR这个环节 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我现在呢 在一家精神公司 担任了管理方面的工作 同时呢 还经营一家餐厅 可能是呢 在日本待过六年的原因 你比较喜欢吃料理 所以呢 就在国内自己开了一家餐厅 偶尔呢 我自己也会下厨 做一些简单的 料理 那爱好呢 平时呢 去打一下高尔夫 这个呢 还因为工作的应手原因 可能是在日本生活的 时间长的原因 那边的男孩子 都比较爱打扮 这样促使我 比较注重生活的细节 我平时呢 还比较注重个人的保养 还有细节的一些 小的小的装扮 至于择偶标准的来说呢 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本人不太喜欢美女 但这个女孩一定要有味儿 要具备这个女孩的 或这个女人的年龄段 应该所具备的味道 她不能有太多的朋友 也不能把朋友看得比较还重 最后一点呢 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 手机上有密码 我觉得她 我的另一半 没有太多重要的事情 应该用手机上 非要加上密码 没有必要的 好的女人呢 睡所学校 好的男人呢 毕业以后就可以留校任教 让我留在你的学校吧 有点意思啊 从头之尾看她就没停 我以为只有发哥 才会喜欢这样的 我也喜欢 你也喜欢啊 这个环节过了之后呢 灭的灯又稍微有点多 姐妹花也灭掉了 可以打扮 可以做面膜 但是画眼线 画眉的我受不了 那不是画眉 苗眉啊 也不是 那是修眉啊 对对 就有时候会 我觉得男人的眉毛 这你出门打 应该修吧 出门上隔离吗 我晒黑 你喜欢黑 我喜欢白 我爱白的 所以不好意思 谢谢 你们姐妹俩都是一样的口味 就接受不了男人 过于精细 在自己的脸面上 对 好 24号 周嘉一 首先我不反对 男人保养什么事 因为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嘛 更何况我觉得 做保养什么 没什么就好像很了不起啊 什么就很稀奇的事情 所以说男嘉宾的这一系列 我全都可以理解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那个虽然跟我有一样 都喜欢撩头发 但是首先有一点 手机我肯定要涉密吧 然后我还有很多密码 我照片有个密码 短信有个密码 然后还有一点 你不要美女 我就是 您确实是美女 没错 不好意思 让您失望我 不好意思 对 你们都是不好意思 2号 李薇薇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首先说一下 就是我是从天津那边过来的 第一印象对你其实非常好 包括你谦虚的这种态度 但是我觉得你谦虚的有点过了 导致你平时也是这样弓着腰 我其实很喜欢那种挺得很直的 就是有咱们中国军人那种 撒爽的英姿的那种男生 我觉得那样会给我一种很高大 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所以说我就不好意思 只能灭灯了 对不起 我跟你撒爽解释一下 咱们在场的所有人 基本上是咱们是第一次见面的 礼貌是肯定要有的 这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要做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这样 男嘉宾 您好 你好 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很精致的男人 但有的时候我在想 你对每一个女嘉宾 他们跟你说完话之后 您会说不好意思 或您每一个都会说谢谢 我会觉得我看不太到 您真实的内心的想法 您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可能是他的这个亲爱的问题 还有一个碰到30个姑娘 说实话 像我爸这么不紧张的 我估计没有 对吧 来到这里以后 又特别的希望 自己把最优秀的东西 能让每一个女孩子都欣赏 他肯定各方面都在想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这句话应该怎么回答 才能去满足我希望体现 给女孩看到我的形象 好 就理解他一下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 这个大考问这个环节 有请彼此的乱爱 大考问 考问开始 你从小和谁一起长大了 和奶奶一起长大了 为什么 因为父母的工作比较忙 奶奶就照顾着 奶奶现在由谁来照顾 因为我奶奶那边有五孩子嘛 由姑姑啊 还有白白一块照顾 轮流照顾 你和奶奶现在生活在一起吗 有时候生活在一起 之后你会要求你的另一半 和你的奶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因为现在是在轮流照顾男的 因为是比如说 我搜索完了以后 就是该我的父亲 来照顾的时候呢 是由我来照顾男的呢 因为我父亲工作很忙 在这段时间 可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我的另一半和我 要和奶奶生活在一起 考问完毕 谢谢 谢谢 这个舞台上又来了一个 孝顺的男孩 好 来 留灯的姑娘们 交给你们了 7号下午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您这个年龄呢 就自己开了一个饭店 所以可以证明您是 很有这个能力的 也是一支非常难得的潜力骨 谢谢 还有就是 我尤其对就是会做饭 做菜的男生 会特别有好感 因为我觉得特别难得 尤其是您这个岁数的 我还特别欣赏孝顺的男生 所以我会支持你的 也希望你能好好的 孝顺你奶奶好吗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敬你二位 敬你二位 好 十三号 于盈 你如果谈到一个男朋友 你愿意老人家 跟你们住一起吗 我觉得在我眼里 孝顺的人是最美丽的人 如果我们在一起 会愿意跟他奶奶生活在一起 谢谢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您说 那个大考问里问 说你跟奶奶生活在一块 那和你到现在没有女朋友 有什么关系吗 有的人可能觉得就是说 他可以 比如说布个保姆啊 可以照顾他 咱们三个人不共住在一起 我总觉得如果请了阿姨啊 或者请了保姆 没有咱们像亲人一样 照顾得那么临 就怎么说那么细 你想一年准多 也住一两个月而已 女孩如果这个方面都觉得太过分的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没有必要 再继续走下去 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嗯 明白了 我觉得男嘉宾特别棒 真的 你特别地孝顺 而且我觉得可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咱们俩可能并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今天能够在我们约会吧的舞台上 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女孩 能跟你一起走的那个女孩 加油 真的特别棒 好的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亲爱的 别怕 灭灯了没有关系 因为还有我 我还替你留着灯呢 知道因为什么吗 您说 阳光温热 岁月静好 你还不来 我怎敢离去 所以说我喜欢你 你牵不牵我 我就在这里 只要你牵 只要我走 好 说得正好 光好 没有用 你给我点反应啊 我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给我一个回答吧 好 你喜不喜欢我 挺好的 什么意思啊 我爸 他觉得你不错 那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 就是留待观察 因为还有那么多留灯的吗 又不是 如果是你一个留灯的 他可能说死 OK 走吧 最后一轮了 男嘉宾 你就给我一个 我不在乎别的 祝到了 祝你幸福 不为难他了 谢谢 好 来 各位 相信这样的一个 有过留学经历的男生 一定会 非常的热爱生活 所以他对于另外一般的要求呢 才会有自己的见解 不要太漂亮的 不要太高端的 当然也不要生活太认真的 那种女生 如果你觉得可以 我们也可以来 请为崔磊留灯